我当天看到李洋跟王麒麟 这个在经过了一个小时的 激烈的比赛里面夺冠 其实我是非常感动的 那天虽然说 我们都还在准备 宪法诉讼状的书状 可是我还是就是 中间休息了这个一个多小时 然后来看这场比赛 其实这个比赛非常的精彩 但是呢我知道 就是大陆不能够播这个比赛 说实在话 在这件事情上面 后来有播了 后来才播 后来没有播那个颁奖 所以他们是有播 但是因为前一天 我看到的新闻媒体是说 他们没有播 那我就觉得很可惜 那也觉得什么大陆 好像在这件事情上面 好像小鼻子小眼睛不够大方 那么那我 因为我在大陆 还是有一些朋友 他们也很关心 台湾的运动赛事比赛 然后特别是这个在四年前 当时呢就是这个台湾 台湾中华队跟大陆那边 然后就争夺冠亚军的比赛 那这一次同样的又是冠亚军的比赛 所以当我们得胜了之后 我立刻就从电视上面截取画面 然后就这个po文在我的微信的朋友圈 那其实我是很高兴的 所以我的话非常简单 就是狂喝林洋沛夺金夺冠 然后中国人的骄傲 那我一直也认为 这确实在世界的舞台上面 能够这个亚华人 不管是两岸三地澳门香港等等 那其实我们运动员都表现得非常优秀 那我们都是炎黄子孙 对有同文同种 就确实我觉得就是中国人的骄傲 今年不管是我们夺冠 或者是大陆队得冠 我觉得那就是在世界的舞台上面 就是华人的骄傲 那我没有想到说 我写了这段写了这句话 被人家拿来大作文章 被人家拿来大作文章 引起这么大的风波 这当然这也回归到 刚刚宏委员讲的国家的认同 确实在我们的一中宪法底下 我们就是中华民国 我们的中华民国就涵盖着 大陆地区跟台湾地区 这个就是中国人 从我们的血统主义 我们的国际的认地 到现在为止 也还是依照血统来定国籍的 那我的祖先就是来自于中国大陆 这有什么不对 所以呢我在想说 在这件事情上面 可以凸显出 台湾其实还是个言论 自由多元包容的国家吗 我真的感受到 现在好像只要提到 中国这个term 就大家就突然之间 好像神经这个这个 就好像就是整个就不理 对就被刺激了 歇斯低利 然后就不理性了 感觉到越来越像是一个独裁的国家 我们不容许有不同于我们自己的言论 菊佳女士 我觉得其实真正的问题在哪里 就是这一次我们看到奥运 你只要拿着 拿着跟台湾有关 甚至我们上次这个奥运的时候 他们这个决胜点的时候 那一个旗帜也被赶 可是其实看一下12年前 在英国伦敦奥运的时候 当时本来拿着中华民国国旗 也被主办单位驱赶 当时省旅行大使是直接向英国提出抗议 然后后来是英国当场书面道歉 接下来都可以拿着中华民国的国旗 在奥会的场合里面帮台湾的选手加油 所以真正要问的问题是民进党 请问你在做什么 你说你很爱台湾 结果在英国伦敦举办奥运的时候 中华马英九任命的省旅行大使 可以去抗议让台湾的民众 拿着中华民国国旗进去加油 民进党在干什么 这才是民进党要检讨的问题 不要去检讨个别委员的国家认同 要去问说你们拿着国家的俸禄 为中华民国做了什么 而且刚才这个申汉呢就说 那个温委员啊 翁老师写的那个台湾之光 中国人的骄傲 好像是强加那个中国人的认同 到这个林阳身上 老师没有这个意思啦 他这个是他自己的感想 所以我觉得把这两个牵在一起 就是有点太过了啦